台東貝南族寶山部落新傳少年營 13號舉辦 少年紀活動 年輕族人將走訪部落所有家戶 用歌聲向長者們傳遞年紀的訊息 不只拜訪家戶 同時也拜訪鄰近的養老院 孩子們用響亮的歌聲 一同跟長者們分享年紀的訊息 就讓老人家高興 所以每天來每年老人家都好高興 一定要鼓勵小孩子參加這樣的活動 從小就要讓他跟部落在一起 寶山部落 少年紀活動從白天到晚上 孩子們的歌聲不曾間斷 族人表示部落因受外來文化 以及日本殖民時期 移住政策影響 年紀活動曾中斷了許多年 但在當地族人的努力下 許多既宜儀式已逐漸恢復 也希望未來有更多族人參與 一同加入文化附贈的行列 原射新聞文件 跟台南台東市產文報導